大家好 我叫杨蒂蒂 大家不要因为我长了一张 年轻而富有朝气的脸 就给我落上一个出身扭堵的印象 实际上我还算得上是经验丰富 当然从本质上讲 我还是一个非常单纯且可爱的大男孩 谢谢大家 概念传达极其混乱 你传递的核心概念是什么 核心概念就是 我虽然外表看上去非常的单纯可爱 但是我的内心依然丰富多彩 谢谢 除了你自己之外 还有人说你可爱吗 很多 就是你知道就是人听多了 就会觉得有点烦 但是我这人就是 不太介意多的东西 就好比待会儿 如果能谈到钱的话 我也觉得可以多 好 就是这样的性格 这样的一个同学 最早被大家认识 是因为他曾经参加过中国达人秀 进了300强 他自己选择退赛 理由是 理由是和评委之一 当场互相人声攻击 我没有攻击他是他攻击 骂作一团 我可以解释一下吗 我是洞族 然后我唱了一首歌 然后某位著名的音乐人评委呢 就跟我说 他说我的歌声让我整个民族蒙羞 其实我只是告诉他说 高老师我觉得 如果是按您的 按您的说法的话 那就是中国是乒乓球大国 是不是每个人都是乒乓球世界冠军呢 现场观众就给他虚声 然后他就说好 我不说话 那和那位女评委 又如何发生了冲突呢 一共就仨评委 你干了俩 不是 我说那既然你看到了我的天分 可不可以给我一个机会晋级 然后他呢就说 机会是给准备好的人 你不要求我施舍你 就是一副 就好像我在请求他施舍 其实不是 我觉得做人呢 就是因为本身他的德性 我并不是 反反反反 你现在呢 你就别因为所以说一大堆 你就直接告诉我们 当时你在现场巴达给人来了句什么 我说 尹老师 就是作为国内 不是 中国算是有名的女艺人 中华五千年的文明传统 还有那种道德美 优良传统美德 你应该遵守一点 好 这个当然跟他的绯闻有点关系 你应该遵守 是是是 我 语言够犀利 多么优秀的一位选手 然后他后来告诉我们说 他是主动退赛了 你倒不退一试试 他把我麦给停了 我第一反应就是仰手 然后我就转身就走了 就做了一个华丽的 体操队员下场的动作 就身材没那么好而已 这样的话老板们 先敢跟他去对话 只要不顺他心意就直接攻击 在你的经历里面 说你考上大学 并不是高中毕业直接就上的 是这样的 就是当时我是比较喜欢从事一些 可能我想做导演 然后我爸就不同意 就落得非常的僵 然后我就离家出走 就算是有一段时间是在外面 算北漂吧 就漂了 就来北京了 对来了 待了多久 将近三年 干什么 最初呢 因为是做那个酒吧的服务员 然后后来就去那个俱乐部当门童 后来就当大厅接待 然后之后呢就发传单 然后干过促销 还擦过皮鞋 然后有一段时间呢 就去当群众演员 后来觉得干婚庆主持 也还收入可观 也去了一段时间 然后就把那婚庆公司做垮了 没有 其实那婚庆公司还挺喜欢我的 但是我觉得我挺年轻的 就是脑子那上面看人家结婚 我怕我有一天对婚姻产生恐惧感 在北京干了三年之后 那怎么又想去上大学了呢 我爸嘛 他还是觉得说 你应该回来上个学 但是就是 但是我们三年都没有通过电话 就是也没有给家里面打过任何 三年你没有回过家 对没有 也没有打过电话 就是 和你妈妈会联系吧 也没有 因为我们家其实就一个 你爸就以为你没了 他也没以为我没了 因为他还挺相信他儿子的生存能力 他为什么频繁的提到 他爸他爸他爸 应该是他跟父亲的关系 对于他个人的成长过程 当然影响非常的大 我爸就跟我说 他说我也不指望你其他的 你就 你随便想干嘛干嘛 但是就是你完成我一个心愿 就是去上大学 2007年的第一天 我就去我们那个县城的高中报到 就选择复读 刚刚毕业 现在还没有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 可以这么说吧 也不能说不稳定 因为我大学时期呢 就是干过一家广告公司的市场部经理 后来我有点天分吧 就表演上 然后就去做那种通告艺人 就现在是这样的状态 但也不是 因为后来又觉得 不是因为我又打 你好纠缠啊 我问一个什么你都在都不是 不是 你到底是什么 因为不是因为这样的嘛 你快把主持人逼疯了你知道吧 没有 我相信你不会疯的 因为人生有很多种选择 你知道就是 哥 你今天来是干嘛来的 不是 我找工作 一个非你莫属的舞台 我要找一个非我莫属的工作 你是来找工作的 是 你的工作要求是 我想找一份那个宣传策划 你做宣传策划 你不怕把你们公司所有的客户都伤了吗 不会 我这样子会让公司得到更大的利益 比如说你凭什么 你的优势长相 因为我之前做过 就是我大学时期就做过推广 就是大家都知道 在大学校园里面 动感地带的那个 就是市场占有份额是远远的超过联通的 我之前呢 就是给联通做那个市场推广 在杭州某高校 第一次让联通的品牌 就是在那个 方法 方法 你使用的方法 演示一下 学校大门我们现在进来了 用联通得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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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联通276送电视机 用联通276送自行车 用联通276送洗衣机 其实还有了 最关键的在这呢 谈恋爱用联通 不谈恋爱也要用联通 这个 我的直观印象 你这里没有任何的策划 就像一个机器人在喊口号 就你知不知道你的表现特别颇 可是 其实就是针对市场嘛 你做最有效的宣传 我喊了一个上午 然后后来是老板觉得我实在是太辛苦了 让我休息的话给了我300块钱 有人说您歇一会儿 哎呦 我觉得 他应该可能给300块钱打断你 弟弟 产品的老板 都被你给宣传疯了 不 他不是宣传疯 他也没有选择疯 因为人生有很多种选择 其实杨弟弟呢 他的应变能力很强 思维模式也很灵敏 但是 在你的沟通表达上 逻辑性好像差了一些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你驾驭别人的能力很强 所有的事情都不是你的错 都是对方的错 因此各位老板要提醒的就是 他的性格 能不能跟你的性格相符合 OK 谢谢老师 好 12位 你们决定让杨弟弟继续还是离开 现在是第一次的选择 请按键 为什么离开 作为一个个人来讲 特立独行是能够吸引眼球的 但是我们企业用人的时候 要保持一致性 一个人的特立独行 可能会导致企业的品牌 或者企业的整体形象都下坡 所以有的时候你知道 当你伸出一只手 在这大声吼叫的时候 你吸引到众人的目光 往往那个目光不是我们企业想要的 这个你要弄懂 好吧 我其实想给杨弟弟提一个建议 我真的觉得 你索取注意力的能力非常强 但是我觉得 你仅仅是在索取注意力而已 包括你的策划 包括你的所有的行为表现 如果要这样的话 你永远走向不了车划 我还年轻啊 年轻就是最大的资本 在人生的路上 没有谁会觉得 谁比谁经验多多少 或者说谁比谁优秀多少 我依然肯定你们的成功 但是同时 请你们肯定 我的年轻 我的未来 谢谢 这张嘴哦 他不会是今儿把这个 当一个通告来的吧 我相信你不会 现在有两位留了下来 他要向你们两位展示 天生我有的 那演话剧啊 你演过话剧 演过 我演一段行吗 老师 好 演吧 老板 啊 我爱你 你不爱他 你爱我吗 我爱你 你爱他 你爱我吗 如果你不爱我 为什么你不说 为什么你不说 你不爱我 你不说 你不说 我就会等 我就会一直等 我就会一直等啊 我就会一直等啊 速度好快啊 我刚想说平身 然后你就起来了啊 你是稍稍有些 一只鹰一炸行 对不对 其实就是 还蛮投入的就是 对 因为 我做任何事情就是 虽然可能给大家的印象 会比较毛糟 或者急躁 实际不是 我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会全力以赴 嗯 说实话 这个我现在也很纠结 我现在邵刚心里面 也明白我在说什么 因为你所有 包括刚才天生我才展示了 你所有的 内在 并不代表你要应聘这个工作 能带给你本身的价值体验 是是是是 你能不能真的在现场 让我们看到你应聘的这个职位 你要展示你真正的能力和水平 我想问你一个就 关于策划方面的问题 因为刚才大家都看出来 你很喜欢出奇招 那么现在有些企业 它也喜欢用负面 或者用炒作的方式来 提升自己的品牌 你怎么看 我觉得就是要看它 是发展到什么阶段 其实如果它是最初期的话 就是如果啊 就是最初期它的创业阶段的话 实际上是可以靠炒作 来赢得一部分的知名度 如果去做一个企业的宣传策划呢 它会有很多的奇招怪招 那么奇招怪招偶然用一下 我觉得是OK的 但如果你每一次都是奇招怪招 未必是一个好的事情 好的 谢谢莫子的提示 我给他最后一个建议是 其实你可以考虑一下去广告公司 广告公司可能会更加需要 像你这方面的一种 创造性的一种思维 可能会更好 谢谢莫子 现在只剩你们两位了 一家 你们现在深思熟虑之后选择 你们是让杨弟弟继续还是离开 如果你们继续 主动权就会转移到杨弟弟手上 请选择 不要把今天的没有结果当成一个结果 没有结果可能是一个新结果的开始 对 它的确是一个新结果的开始 就是我已经想过就是因为求职嘛 就有可能出现求成功和没成功 成功的话证明有一个懂得欣赏我的人 可能会给我提供一个好的平台 没有成功的话 谢谢十二位用成功人的眼光 让我相信我自己可以做得更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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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